AI复活亲人,你能接受吗? 前段时间,著名音乐人包小柏用AI复活女儿的事登上热搜 2021年女儿去世后,包小柏就攻读博士 他终于如愿复刻出了数字女儿 不仅可以及时回应对话 前阵子老婆生日的时候,女儿还为妈妈唱了一首生日歌 与此同时,在商汤2024年年会上 商汤科技创始人刚去世不久的汤晓鸥 以数字人的形式现身,还来了一场演讲 演讲风格与他生前非常像 然而事实上,自AI技术星期以来 一直都有人在探索用AI复活逝去的亲人 甚至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 有着完整的产业链 据报道,一些团队从2022年起就开始做了 一年内可以完成600多单 平均一单几千到一万元不等 这个年收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这些单子从哪里来呢? 比如这些账号,他们发布的都是客户的案例视频 加入群聊或者私聊就会给你报价 除此以外呢,在电商平台上也有不少在做AI复活生意的商家 不同的标价表示不同的难度最高可以达到6000元 这些订单当中呢,有年轻人希望拥有偶像的数字分身 也有母亲啊,复活癌症去世的孩子 那现在市面上比较热门的AI复活 亲人的形式呢,主要有三种 一,交互时AI课聋人 这也是目前需求较大的一类 比如像这样的视频通话的形式啊 一般是由家属提供一张图片和一端音频 用AI技术制作的 我相信如果对我频道比较熟悉的小伙伴 应该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AI技术去真正合成的 我视频后半部分呢,也会简单的分析一下 二,线上AI实施互动 这个呢,需要家属提供照片和视频 用AI技术给真人换上逝者的形象和声音 让他扮演逝者与人交流进行线上实施互动 但这个技术啊,现在也被诈骗行业广泛的使用 去年呢,福州一位老板啊 10分钟就被骗走430万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实际上啊,骗子就是利用AI换脸的技术 扬装成这位老板的好朋友 和他进行视频电话实施诈骗 不得不说,有时候啊,还真的是辨别不出来 三,3D抄写式仿生数字人 这个呢,就是让数字人以3D全息的方式呈现出来 用立体形象进行互动 不过呢,这一类的收费一般比较高 基本上啊,都是要万元起步的 实际上基础的AI克隆技术呢 并不复杂 大部分啊,我之前的视频都有分享过 主要涉及的呢,就是这三方面的技术 一,照片修复 首先啊,复活亲人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就是他的照片和影像 然而呢,由于过去的摄影技术有限 一些爷爷奶奶背的照片可能就比较模糊 甚至已经损坏 所以啊,AI复活亲人涉及到的第一步 就是修复老照片 包括上色,让他变高清等等 那关于这项技术啊,我曾经也出过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二,数字人 这里啊,主要涉及到的是把尊人的表情、动作、嘴型呈现在需要复活的亲人照片上 那比如这个视频啊,他需要 会眨眼、简单移动头部、嘴型和说的话要匹配等 那具体关于数字人复刻的方式 我也在这期视频中分享过 三,声音克隆 除了形象要一致以外呢 我们复活的亲人声音当然也要保持一致啦 这一步主要是通过分析输入的音频样本 提取声音特征 进行深度学习 最终完成课隆 那这个步骤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 点赞超过800 我就为大家分享免费的复刻方法哦 因为分享这些技术的确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多多支持 那当AI复活成为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以后啊 很多相关的企业都会受益 如BAT等大厂 他们呢专注于AI技术的研发 有很强的技术实力 那像华为云阿里云等等 能够分析和处理大量的用户数据 为AI模型提供训练数据 那除此以外呢 一些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公司 也可能会结合AI技术 提供一些新型的心理咨询服务 对于相关法律和伦理问题的需求呢 也会增加 那一些专业提供这一类咨询的 服务公司呢就可以受益了 分析下来对你自己投资和创业 有没有一些启发呢 有没有你看好的行业 那在过去啊 和适去的亲人再见一面 都是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 《流浪地球2》中 刘德华饰演的图亨宇 因为女儿压压意外生故 私女心切 将女儿的精神转化成数字生命 那黑镜第二次第一集中 女主因难以忍受男友死于车祸的痛苦 便通过合成的模仿声音和男友交流 继而呢 使用AI克隆了已死男友 但现在有了AI技术的加持 这一切好像就没有那么遥远 一切都成为了可能 通过AI来实现和适者相聚 不仅能得到一丝慰藉 还能在难过的时候和已故的亲人倾诉 但是呢 也有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没有意义 人没了就是没了 自欺欺欺人的做法 只会让自己陷入虚无 更难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 而且用逝者深浅影像克隆出的亲人 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吗 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支持这样的做法吗 感谢观看